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習近平和普京握手照出來了 表情大不相同 綜合報導 指他一人存活 網報中共核潛艦出事全過程 先撞海帶 後全艦官兵 報告顯示 喪生哈馬斯加屬獲巴勒斯坦巨額終身獎勵 背後是挪威人道援助金 埃及總統表示 不歡迎巴勒斯坦人到西奈半島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19日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和普京握手照出來了 表情大不相同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十七十八日 在新華網 人民網 央視網這些中共最主要的喉舌媒體上 普京和習近平的握手照片遲遲沒有出現 即便是在習近平與普京會談幾個小時之後 他們也僅僅是做了簡單報導 雙方的握手照片依然不見蹤影 阿波羅網發現這一特殊情況 並對此進行了獨家報導 在接近四個小時之後 北京時間18日晚上8點 習近平與普京的握手照片 終於出現在了中共新華網的重要位置 令人詫異的是雙方的會談是上午進行的 這一照片可謂姍姍來遲 不過 照片中的習近平臉上幾乎沒有任何笑容 對比其他幾張握手照片 比如習近平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以及與阿根廷總統菲爾南德斯都面帶笑容 甚至習近平與肯尼亞黑人總統魯托握手也是如此 這讓他與普京的握手顯得非常突兀 中共最高層從眾多照片中選出這張照片 或許是為了表達習近平對普京的支持 但是中共黨內的反習勢力早就發出聲音 對習近平支持俄羅斯進行冷嘲熱諷 2022年3月21日 《紐約時報》在文章中採訪了中美印象的主編劉亞偉 她的哥哥是中共國防大學原政委 原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 當時已經傳出消息被習近平內部控制 後被共傳出或遭重判 大陸資深媒體任高瑜 當時披露劉亞洲曾是江澤民軍中聯絡員 屬於江派人馬 劉亞洲在接受《紐約時報》電話採訪時說 把自己吊在俄羅斯的樹上 我認為這就像自禁 她說 至少是經濟上的自禁 這句話很容易讓人想起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祯 之所以會讓人產生這種聯想是因為在2020年初 網易平臺看出文章 崇祯亡國的時候 大家都等著她下令 是一篇解釋明帝國末年 崇祯走投無路 明帝國覆滅的通俗短文 在當時不盡而走 雖然文章很快就被刪除 但各種複製件照樣在大大小小的朋友圈流行 文章之所以被瘋傳熱議 據說是因為該文章疑似影射習近平 向明末亡國的崇祯 而劉亞偉這句把自己吊在俄羅斯的樹上 似乎也有一語雙觀之意 指他一人存活 網報中共核潛艦出事全過程 先撞海帶後全艦官兵 共軍093級商級核動力潛艦 傳出8月21日在中國海域發生嚴重事故 雖然中國否定了此事 但英國海軍情報官員私下中確信 確實存在這一事件 近期有事件詳細經過的資訊傳出 不過解放軍始終否認此事的真實性 X前推特帳號羅翔19日分享了事件詳細經過的影片 8月21日093級商級核動力潛艦在執行任務過程中 被一個標毛鐵鏈掛住 導致意外發生 不過這項爆料並未獲得證實 諷刺的是 這個俗稱海帶的標毛鐵鏈是中國的發明 標毛鐵鏈是在海底打上大量的金屬裝 互相之間用長達幾百米的金屬鏈條連接 時間久了後 鏈條就掛滿了水草 中國就說這是他們的海帶 專門勾美國核潛艇 但沒有想到的是 這次中共自己卻中招了 未經證實的影片指出 當潛艦被鉤住時 艦長決定採取緊急行動 派出一名潛水員到水下進行切割任務 該潛水員雖然完成了任務 但當他想返回潛艦而敲打艙門 潛艦內部卻沒有任何反應 在生命的關鍵時刻 該名潛水員選擇上浮 剛好左右1400米遠 有兩艘按照命令在規定海域執行觀察任務的護衛艦 潛水員被護衛艦營救後嘗試聯繫潛艦 但回應的仍只有寂靜 緊急之下 潛水員向連雲港機場求助 但受到當時的惡劣氣候限制 直升機無法起飛 執行援助行動 直到氣候好轉後 一架直升機帶著一台大功率的吹氣泵飛到事發海域 爆料影片稱 伴隨著護衛艦挖人的冒險前行 吹氣泵與潛艦管道成功接通潛艦 讓潛艦浮力增加 慢慢上浮 但由於潛艦的無軸泵推進系統可能吸入異物 影響上浮能力 因此潛艦上浮的速度非常緩慢 等到潛艦被打開時 內部所有人早已死亡 據瞭解 由於沒有其他生還者 整個的潛艦出事經過 都是由這名幸存的潛水員所敘述 證詞經輾轉流出後 由英國情報員取得 爆料影片說 法醫解剖後指出 所有喪命人員都有劉化氫中毒的現象 經調查後發現 潛艦沒有裝備螢光檢測裝置 因此事發當時 劉化氫當時沒有被檢測出來 關於劉化氫如何進入潛艦空氣循環系統 經初步推斷 是因為操作失誤 導致天然氣和氧氣管道錯接 是有毒氣體洩露 而缺乏檢測裝置 使船員無法知曉危機 報告顯示 喪生哈馬斯家屬獲巴勒斯坦巨額終身獎勵 背後是挪威人道援助金 自10月7日 巴勒斯坦極端組織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引發戰爭以來 雙方傷亡慘重 然而 陣亡的哈馬斯武裝分子的親屬得到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的巨額獎勵 據總部位於以色列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監督組織巴勒斯坦媒體觀察報導 每名參與襲擊以色列而被擊斃的哈馬斯恐怖分子都被稱為烈士 其家屬將獲得6000謝克爾約1500美元的獎勵 共計900萬謝克爾約220萬美元 以及每月1400謝克爾約350美元的終身津貼 PMW主任馬庫斯進一步解釋說 過去以色列在加沙開展了多項行動 哈馬斯恐怖分子在空襲中喪命 突然湧現了大量的烈士 但他們沒有得到報酬 所以加沙對此十分抱怨 現在 根據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通過的法律 從本月開始 恐怖分子的家屬以及10月7日發動襲擊的人將領取報酬 此外 被以色列招獲的參與襲擊的50名哈馬斯恐怖分子 本月將總共獲得至少7萬謝克爾的報酬 該組織補充說 PA應該向歐盟表示衷心的感謝 挪威目前是PA的最大資助者 沒有他們 PA就不可能支付這些恐怖款項 PMW強調 眾所周知 如果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沒有外國的資金援助 就無法獎勵恐怖分子 當國際捐助者給巴勒斯坦的教師 警察和街道清潔工支付費用時 PA便擁有了支付恐怖活動所需的數億資金 埃及總統表示 不歡迎巴勒斯坦人到西奈半島 埃及總統塞西10月18日表示 上百萬埃及人不歡迎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到西奈半島 稱任何此類舉動都將把該半島變成激進組織針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基地 塞西在凱羅與德國總理舒爾茨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加沙地帶實際上處於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巴勒斯坦人可以被轉移到以色列境內的納卡布沙漠 直到武裝分子得到解決 埃及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帶之間的拉法邊境 是唯一不受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領土過境點 埃及控制著這個過境點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以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